康尔哥近期忙著籌備創作展 16日開幕 小英姐跟吳清風特地籌控站台 現場更是花海滿滿 演藝圈好友包括林志玲 五月天天后張惠妹等都送花力挺 周杰哥跟小S不僅人道 還打手筆買話之詞 徐欣弟買的那一張我很意外 因為他看了這面 不關我的事不關你的事的牆的時候 他S的態度是覺得說 他每天都掛在嘴邊 關我屁事這種話 他說他不要再掛衣服在家裡 可是他看到那一張寫著 其實可以算了的時候 他很有感覺 那小S要跟妳分享他最近的心境嗎 我跟你講我每次跟S碰到的時候 第一句他一定是罵髒話 他一定是說 然後就會講說 他的生活最近怎樣怎樣 所以我能夠理解 然後平常就 反正一直通訊息 盡量傳開心的事情給他 這個有康熙來的地方 我有認真在考慮 老人版的康熙來 就是我覺得現在 我跟S都會感覺到 不得已不知不覺間 就成為前輩這件事 那成為前輩同時也成為長輩 如果能夠放輕鬆地看待這件事 我覺得確實還沒有一個節目 是大大方方的 就是用上了年紀的人的立場 來看所有事情的 我會認真地想這件事 可是對於是否能夠再讓 觀眾覺得有趣有很多考慮 因為現在很多人 會從不同的管道得到樂趣吧 不一定需要從節目 所以讓我再想一想 那我跟你們計劃什麼時候 想要開節目嗎 完全沒有 真的不好意思 確實有人來談 然後都還沒有任何的結果 因為我自己覺得在節目這方面 就已經有點畢業的感覺 所以如果要再做 總得要給人家新的東西 不然就像我剛剛講的 上年紀的人的節目 我覺得還沒有人認真做過 那就可以考慮 可是要不然其實不用再做 以前做過的事了 他剛剛請問一下那個 就是S加A 對一個張南女士 完全不公平的樣子 你有沒有開導小孩子 開導小孩子 你為什麼覺得我會開導別人 你怎麼跟他聊天 大家都是大人 所以真的會 對自己的人生做抉擇 所以旁邊替他們擔心的人 雖然很多人都懷抱善意 可是其實當事人 自己有很多斟酌的部分 我真的對他們就全部都是祝福 他們都很堅強地面對 所以如果他們能夠來展覽當中 找到幫助他們更開懷的一句話 我會非常開心 我有服務到他們 所以大S還選過嗎 大S還沒有 他跟我講說先讓他忙一下 所以他先讓他忙一下 這話給大家好多想像啊 你知道嗎 一下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